松塔是松树的果球 因形四塔而得名 松子顾名思义就是松树的种子 松子就在红松的松塔内 拨开林顿就可以看得见 松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脂肪等 还是一味中药 长时间食用松子可以延年益寿 滋润皮肤 具有很高的食料价值 大家都知道松子非常的好吃 但小伙伴们知道 一颗颗金银饱满的松子 究竟是怎么来的吗 全世界近七成的松子原材料 都出自东三省 经过加工买向全球 在东北最好的松子 来源于野生红松树 它们的树干十分的高大 松针茂密 一般要生长50年左右 才会开始结籽 野生红松树的松塔 通常是三年一小收 五年一大收 五年的时间可以收获两次 所以小伙伴们 在愉快的品尝美食的背后 是采松塔的艰难 采松塔曾被称为世界上 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松塔一般都生长在 数十米高的松树顶端 因为高度的原因 无法使用机器 只能人工爬树采摘 不但效率不高 而且极为的危险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会从上面掉了下来 轻则重伤残疾 重则当场毕命 每年都会有无数个 打松塔的工人 从树上摔落 从手爬上二三十米高的 松树采摘松塔 一天最多也就只能打三十棵树 在采摘的过程中 被树木划伤也是常有的事 采摘完之后 需要装到袋子里 人工背到山下 然后需要进行 及时的晾晒 防止发霉 晒干之后 再用机器进行脱力 然后再经过挑选 剥壳 包装 出售等程序 才会出现在消费者的餐桌上 小伙伴们看完视频之后 是不是觉得 松子之所以那么贵 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